每个男人他要的老婆不一样 我只是制造了一个老婆 觉得是标准老婆 但不属于袁文通的老婆 不属于他要的那个 不属于他要的那个 我检讨自己就是 我太会拍戏了 因为拍戏你一定把自己定一个行嘛 我说那不行就离吧 他说好吧那就离了 就那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 他都答应我的条件 我没话讲了 感觉上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烧饭要自己上 养孩子要自己养 对不对 养孩子到 还帮人家帮你养不成 但是你的意思说 其实你觉得做太太 好像应该不要管老公那么多事情 我以为 你说比如说菜烧好了摆着那 他回来了已经吃过了 那你就说算了 你也不会像别人你 我的菜好像好了 你觉得就算了 算了 那很晚回来或者去哪里 你觉得不要多问 你觉得其实这样子他会觉得 你不关心他 对 因为每个男人 他要的老婆不一样 我只是制造了一个老婆 觉得是标准老婆 但不属于圆文通的老婆 不属于他要的那个老婆 不属于他要的那个老婆 所以我检讨自己 因为我看了你的题目 我就想 我应该怎么检讨自己呢 我检讨自己就是 我太会拍戏了 因为拍戏你一定把自己定一个型 太太 标准太太 对不对 妈妈标准 标准妈妈 因为实际上并不是像你想象那样 因为他要的不是一个标准妈妈 他可能希望你傻傻娇 对啊 但是我不会啊 那怎么会想到要离婚 那个时候也没那么容易 想要离婚的对不对 我这个人呢 什么都是三分钟就make a decision 三分钟就决定了 决定的 我说那不行就离吧 他说好吧那就离了 就那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他说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吧 小孩的话我们大家共同抚养 那好 他都答应我的条件 我没话讲了 我的师父幸运大师他收留我 他收留你 其实我在想你住今生也是因为环境没那么好 对 因为没有 当时我是想出家的 我就跟幸运大师讲 他说我说你让我出家吧 你真的是想出家 因为我觉得不 你没有想再嫁吗 我没想再嫁 我觉得够了 生了四个够了 下一次够了 失败了就够了 可是你没有想到说 找个老伴 你看娇娇 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 这样也是他的最爱黄忠讯 对 老公就是走了以后 他就遇到曾江 他的爱情故事很美 那我的爱情故事会那么美吗 好像不会 因为我反省自己 不合适做个太太 因为我没有那种小鸟依人 我下半辈子之所以会这样做的话 要托我的这个幸运大师的福 因为他觉得我的成员未了 普通人成员未了的话 以为第二层一定是再找个伴 原来我的伴是电影 是演戏 对 这样子的话 我才能完成我的梦 就是做坦长师的梦 因为多点人认识我 对 我其实 看到这本书 我有一个想法 其实在你刚认识你老公的时候 他其实 我觉得女人在嫁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现在想想 那时候每个人看到 他的爸妈或者你妈妈 都会觉得狼才女貌 对 太聪明了 太登对了一对 但是从他的讲话当中 他没有很欣赏你的功力 他应该说是不懂得我 我不能怪他 可能我也不懂得他 对不对 你也不懂他要什么 他也不了解你这么努力 去想做什么 对不对 他后来你自己找时间做节目 拍纪录片当主持人 他都不晓得 其实你对这一行的热情 对 他没有这个热情 所以看这本书你应该了解说 我自己是什么 所以我要嫁的人 知不知道我是什么 对 这是非常重要 对 董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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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